ETC下面的bash.bashrc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来通过这样编辑这个文件 并且找到这样的一行 就是我们从字面意思来说 理解就是什么呢 允许允许我们的bash的自动完成生效 允许我们 然后他可能默认的情况下是注解掉的 你把这几个注解就警号就是一注解 把这些注解取消就可以了 取消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要给大家提一下 以后你看这些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 因为ETC下面都配置文件 那么ETC下面有大量配置文件 它的结尾是什么RC结尾的 那么一看到这样的文件 你就要搞清楚就是什么呢 这类的文件表示 表示是启动的脚本文件 启动脚本文件 那么bash.bashrc这个文件 也就是代表着我们的bash 在启动的时候要执行的这个文件 也就说明在启动的时候 是否要让这段生效 那这段其实就是一个 一段C2命令 一段典型的C2脚本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现在我们不用详细的去解读它 那么这个RC它的全评就是run command run command 表示运行时的这样的一些命令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文件 我们完全可以猜都能猜得到 一般情况下 比方说 我们要去找什么了 我们就先去ETC 那么我们要找什么呢 bash启动相关的 我就用新bash再新rc新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看看 是不是就定位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同理的 如果我们要用到别的 别的程序的一些启动的 这样一些配置脚本 你是不是也可以啊 比方说如果是ftp的 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去考虑一下 有没有同名的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打开它来看一下 ETC 但注意一下 像一般编辑的时候 这些ETC下面的 很多都是系统要共用的 共享的 所以我们都要用sudo bash bash rc 这样一个文件 好 sorry 加vi 这个vi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找到 我刚刚说找到一个什么enable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允许我们 bash的自动完成 那么熟悉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点编程经验 一看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方 虽然这些我看不懂啊 我还看不懂 但起码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肯定会用到这样一个文件 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叫bash completion completion completion的话 我就是完成嘛 那么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核心的自动完成的 这些脚本 是不是在这个文件里面 去设置的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vi ETC bash completion 打错了 打了个C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段 其实才是我们最核心的 自动完成的这块内容 那如果我们要找自动完成 你看这全部都是自动完成 我们还可以去找我们的tab的相关的自动完成 我 如果熟悉的话 大家如果像我这样熟悉 就会找到这样一些函数 在命令函数里面找 在这里面就会就能去找一下我们的自动完成的方法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 就这一段谢 就这一段谢 来完成我们的自动完成 那么这里面又掉了一些 又掉了一些其他的 好 目前我们还没有讲这一块 后面我们再讲 所以大家就学会 就我通过这样一点稍稍的扩展 让大家学会了这样的一些跟踪 以及跟踪的一些思路啊 以及跟踪的一些思路 好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解 讲解了我们的dpackage dpackage这样的一个软件 软件安装包的这样一个管理工具 那么我们说了dpackage其实是有缺陷的 最明显的两个缺陷 一个是不能直接从镜像的站点去获取我们相关的软件包 我们还必须要到官网去下 还蛮复杂的 第二它不能自动的安装依赖的软件包 对不对 这就导致我们的安装过程比较复杂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后面就会讲到 我们实际上在就后面有一些组织就推出了我们的apt 这样的一个软件包 那么待会我们就给大家来讲解一下apt 那现在我们还是给大家再过一遍 我们下载圆满的编译和安装 那么这个之前我们在讲share的时候 也已经给大家去尝试过了 那么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步骤吗 其实我们可以把步骤简单的做一个总结 当时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们是先去下载 到网上去下载原代码 一般是官网 下了我原代码过后 运行一下configuration config 进行一个配置 然后呢 进行一个make 进行编译 然后最后我们说是copy 对不对 拷贝 那手动拷贝之外 其实还有自动拷贝 自动拷贝就是我们的安装 就叫make install 就是make install就可以了 安装即可 好 就这样几个步骤 就可以完成我们这样的过程 我们来把它总结 清晰放在这里 思路就是首先我们在官网 去下载我们的这个原代码 我把它 那么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通过attp下 可以通过ftp下 可以通过版本控制 svn和git 甚至于水星 来下都可以 那么其二就是解开这个压缩包 其三就是运行我们的config config 那么进行一个配置 其四就是我们的make 进行一个make 这个make我们后来 我们我们当时说了 这个是后面我们要讲的 make file这样一个机制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先 昆仑吞找 昆仑吞找的先了解一下 就知道通过调整这个make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编译原代码 把它编译成为印制的文件 对不对 然后最后就是通过我们的make install 通过make install 把它进行安装 那么你说商定 你怎么知道是make install呢 实际上这些都有相应的一些配置文件在下面 都是有迹可循的 那么与之相定的卸载 就是用make uninstall make uninstall 好我们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现在 比方说 我在这里我要下一个这样一个工具 就是vim vim这个工具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编辑 vim实际上就是我们 就是vi这个工具的一个升级版 vi这个编辑工具的一个升级版 那么目前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是没有 有没有vim的 是不是没有vim的 他会提示你 就没有vim 所以我们就去找vim的原代码 然后把它编译进行安装 那么怎么去找vim的原代码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这种方式 首先找的vim官网 那当然就要用我们的google了 对不对 home page 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找我们的vim的官网 就是3w.vim.org 在这个官网里面就有download download里面就有个source source里面就有用多个版本方式来下载 或者其他方式来下载 这也有一些版本 对不对 那这儿的下载就是直接就是ftp的方式来进行下载 或者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去下其他版本 这个这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压缩包啊 那好 我这里我就不下了 因为我已经下好了 已经下到我们的子盘上面 这是其他版本的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都可以进行下载 我们进入download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已经下载下载下来的 那么我们以前学过什么呢 学过最后是什么 gz gz的这样一个压缩包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gzip的格式 对不对 我们当时还记得当时的命令是什么 x x代表释放 v代表显示信息 对吧 f代表针对文件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z z代表什么 就是我们gzip 对不对 然后后面跟上这个压缩包 但是当前这个地方 bz 又是什么格式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话 我就 照旧 我用这个命令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出错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它说我们的 这个不是gzip的格式 这个包不是我们的gzip的格式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它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去查找一下 bz号 算不通过这个查找 我们就直接这样看吧 找一下 有没有相关信息 看到 看到没有 原来是bzpart的格式 那如果bzpart要进行解压 就不是用z了 而是用g 好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命令 做一个稍微的修改 这是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压缩格式 用g 给它解压缩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生成了这样一个文件夹 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config 也是有个config 那你说 Sandy 我现在面对了这么大量的信息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安装 怎么办呢 实际上 实际上我最开始就好像你想说的 Sandy 你怎么去查到这些资料的 就是你当时怎么知道 它是通过这几个步骤呢 其一 它 这下面是不是有大量的text 大量的text 它会去讲解 如何去install uninstall 其二就是什么呢 其二就是我们在官网上面 是不是有帮助啊 我们来找一下文档 来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文档呢 来 document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在官网上看东西啊 这有一个帮助文档 online 还有book 还有它的电子书下面 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online的帮助文档 好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很详细的一些设计 信息 比方说这就讲到VM的安装 这儿就会讲到VM的一个安装 那么 同时呢 在官网也有它的一个书记下载 我在这里就下载了 而且除了英文版 还有还有翻译过的中文版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儿有个用户手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相应的内容就都有了 什么调节啊 如何使用啊 将来我们使用这个工具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要学什么安装 对不对 学安装 我们就点一下 如何去安装这个VM 它讲解了 从一个程序包如何去安装 那么大家当然可以去下载了 还有从原码如何去安装 那么要求我们需要有这些程序 你看没有 GZF这个程序 这个GZF程序 我们默认的已经带了 我帮它装了之后就已经带了 编译器 GCC 也是安装了 直接就带了 VM原码 原码是我们刚刚下的 下载地址 下下来过后 然后进行解压 解压了之后 就运行我们的Config Config Config了之后呢 我们就make Config了之后 我们就make make了之后 他说你可以用make test来进行测试 测试一下 看看你的make是否成功 然后这个最后通过这个make install来进行安装 对吧 好 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其他属性 比方说我们更改一下它的安装 就把它默认的安装路径这些给更改掉 等等等等 这个大家下来看 也可以看 等我们的VM整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去看帮助 这些文档 大家明确可以给大家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讲的太细 因为重点是在一个方法 因为我也是查询的 我也是查询的 我也不愿意去死进行背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这些思路之后 那以后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我们打操作的次数多了 命令敲了多了 我们自然而然就把技术 对不对 好 下面我们就来 首先来进行一个配置 对吧